最常會提到的三個字檢察官 那檢察官為什麼會穿著紫色呢 台上講師仔細地為烏來國中小學生 分析檢察官從髮袍顏色到日常職責 希望讓學生親身體驗走進這棟 平常因為偵查不公開 而無法進入的臺北地檢署 瞭解課本上所提到法官與檢察官 在職權上的不同 以及法院跟地檢署實際辦案的情況 然後兩個職業都是做不同的事情 那兩個職業 檢察官跟法官 他們是兩個不一樣的 很開心可以來自己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平常我們在課本上 不會了解到那麼深的東西 然後就是因為透過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才可以更了解到一些 關於檢察官跟法官之類的問題 法福臺北峰會跟臺北地檢署 五合辦屋來國中小學法律營隊 希望將法治教育從小落實在原鄉 學校加深學生對法律的認識 也瞭解如何藉由法府管道 尋求資源 保障自身權益 讓小朋友可以藉由檢察署的介紹參訪 還有我們帶桌遊讓小朋友 有一些法治教育概念 讓他們可以知道說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 那什麼事情做了之後是要負責任的 為了不讓硬梆梆的法律概念 讓學生產生距離 這次法福也透過有趣的桌遊活動提升參與感 培養主動思考的公民素養 未來法服務將會持續藉由法律營隊走進更多偏鄉部落 關懷原民學生處境 原視新聞 烏溜九二三麥 臺北市採訪報導